今天是1月1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辛燕 政府扩大国内经验区制 露天14的政策即日起生效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 祖吉菲里阿末指出 该部将给予6个月宽限期 好让官员在这个期限内 向人民进行宣传以及教育工作 祖吉菲里阿末今早走访 交赖皇后镇 巡视该区14号指出 该政策初期并不强调执法 而是要让人民了解 政府落实该政策的宗旨 祖吉菲里阿末说 卫生部5,008名执法官员 已经准备就绪 以向人民进行宣传工作 并在6个月后 才采取法律行动兑付 届时 国人再没有任何借口处罚 另外 针对燕民维权俱乐部 昨天就国内14列经验区政策 陆禀法庭申请司法检讨 以阻止政府推行政策 祖吉菲里阿末以强硬的口吻回应称 卫生部已经准备就绪 以跟他们对驳公堂 他还放话说 卫生部倒要放眼看看 谁可以真正使经验计划成功 以保障国家空气素质 以及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无法在这些公共场合 保障自己免受二手烟的 孩童及老年人的权益 看一组意外新闻 新山一名19岁青年和亲友 在公寓聚餐欢庆跨年 其料乐极生悲 在比赛斗快下楼时 因为没有带门卡 冒险跳跃天井 进入六楼的泳池区 结果失足 坠楼身亡 这起意外是在昨天晚上11点多 在新山柏林花园一栋公寓发生 死者是来自沙拉越 生前在新加坡工厂打工的和财瓶 新山北景区主任 莫哈摩太医受访时说 新山中央医院救护人员 事发后赶抵现场 并证实死者已经身亡 警方已经将此案 列为猝死案调查 死者的家属 今天到新山中央医院太平间 等待办理领事手续 而死者的遗体 随后也将运回沙拉越 此外 今天凌晨6点多 吉隆坡往医保旧路 靠近双西珠的路段 发生了一宗 酿成二死二伤的意外 再有一家四口的轿车 疑似失控冲路 反方向的车道 与闪避不及的霍卡相撞 导致43岁的轿车司机 三苏卡玛 以及他14岁的长女 诺莎希拉当场惨死 而迈警区主任 三苏助理总监 受访时说 司机的妻子蒙受轻伤 而9岁的幼女 则头部重伤 目前还在 施拉扬医院急救 涉及意外的轿车 和霍卡车 车身已经毁不成形 且霍卡司机的首部 也在车祸中受伤了 掏入2019年元旦 执法单位火力全开 加强执法 而马六甲和杜都亚 在野市议会 就在元旦的凌晨 突击当地一家 水上乐园举行的 元旦派对 并逮捕22名年龄 介于15岁至22岁的 吸毒男女 此外 马六甲宗教理事会 也发出通知 给10名穿轴暴露 违反加州伊斯兰法令的女子 执法人员是在5月12点20分 拉队突击水上乐园 当时现场的气氛很high 超过500名的年轻男女 在金戈热舞 一直到执法人员到场后 派对才结束 带队取缔的市议会主席 马哈尼指出 主办单位已经违法使用准证 当中包括活动超时 这过了5月12点 已经没有遵守现场 不允许酒精的条规 市议会也会召见主办单位 针对滥用准证 做进一步的调查 此外 吉隆坡交警也在 昨晚10点到凌晨12点 以及凌晨1点到6点 在市中心一带的 多个地点设置路障 展开取缔行动 并扣查至少29名 违规驾驶人士 吉隆坡交通调查 及执法组主任 主级非礼助理总监指出 交警在道路流氓行动中 供逮捕5名 年龄介于16岁至21岁的男子 而在醉酒行动中 警方也扣查 22名149后驾驶的司机 另也在独立广场一带 扣查两名16岁 及21岁的 无牌驾驶摩托骑士 海南人开的咖啡店 80%的顾客群 却是有足同胞 这绝非虚构 而是真实故事 说的是笨针市区 阿沙阿沙哈街的 永泉乡咖啡店 这里每天早上 都会吸引各族前来光顾 而咖啡店是由海南人所开设 至今已有80年历史 目前由第二代传人 在打理着 永泉乡第二代传人 陈海诚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 永泉乡能够吸引三大民族光顾 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可言 但他强调 这里的咖啡 从炒咖啡豆 到磨咖啡豆 再到冲咖啡 都是他亲力亲为 一手包办 陈海诚 每天凌晨5点就要起身 开始为一天的工作而忙碌 他说 除了咖啡 他也从外订购了 6到7种马来食物 包括椰浆饭 三八汉堡 以及一些马来小吃等等 相信这也是吸引 有族同胞前来光顾的 其中原因 镜头转向 冰城大山脚 加拿大青年捷克 在中国成都 邂逅中国女生 胡志延后 坠入爱河 对同样有着跨国骑行梦想的两人而言 世界就是他俩的二人世界 在去年的8月 他俩展开了以中国为起点 以尼泊尔为终点的恒越七国骑行之旅 2018年的最后一天 是他俩骑行的第143天 这一天 他们刚好留宿位于大山脚南美元的朋友住家 而中国报也把握了此次的机会 专访两人 这对情侣在我国跨年后 会继续沿着乡间小路 骑行至金马伦高原 然后骑往吉隆坡 接着前往斯里兰卡 再骑行到印度和尼泊尔 比起方便和快速的大道 他俩更喜欢乡间小路 而理由是这能让他俩体验到地方风土民情 看见最真实的在地生活面貌 接下来关心本报特派新闻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当地的政府曾经计划在2019年 也就是今年关闭所有的红灯区 但是当地的卖银活动似乎依然活跃 据本报特派记者叹息 野加达市中心大多数的卡拉OK 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打着卡拉OK名堂的地方 实则都是隐藏式炮房 他们打着娱乐消费的口号 提供幸福物 成了男人春宵彻夜不眠之地 走访当地红灯区 本报摄影记者洋装接近他们的时候 也同样受到他们的热情对待 且还开出价码 企图诱惑摄影记者开包厢消费 对于这些卖银活动 当地的居民早已见怪不怪 且红灯区的人潮越多 还可以一并待望附近的流动式食摊小贩 并可让业者一天的生意额防备 告别2018 掏入2019 世界各地都以大型的烟花庆祝 期许新的一年能够如烟花般绚丽精彩 而首相敦马哈迪也相信 2019年将为我国带来许多的祝福 而这个国家的未来 还需国民共同的塑造以及描绘 新闻的最后 一起看看各地元旦倒数活动上的烟花表演 在此也祝福大家 2019元旦快乐 我是新年 我们再会 全都没有吴达 成为生日快乐 在这里 在这世界里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